欢迎收看5月18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志正 行动管制令进行了超过两个月 陆路交通局终于在今天 恢复所有的柜台服务 结果选马各地的分局 今天都大排长龙 不过陆路交通局总监沙哈鲁丁 也奉献大家无需蜂拥前往办理更新 因为政府已经给了宽限期 选马各地的JPJ分局 今天都出现长长的人龙 冰城方面 一早就有百多人排队 民众需要排上两个小时 才能抵达柜台办理事务 而在新山 大批民众从清晨六点开始就蜂拥而至 基于人潮太多 当局还出动广播车疏散人潮 并提早至早上十点半就停止发放号码 吉隆坡方面 各分局的人潮也从门口排到后巷 虽然民众都有戴口罩 但大家还是近距离排队 现场十分拥挤 不过陆路交通局总监沙哈鲁丁提醒民众 交通部早前已经给予宽限 驾照或露税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逾期的民众 无需仓促办理相关更新事物 只要车险还有效 民众依旧可以驾驶 另一方面 即便冰岛市政厅没有阻止任何食肆或小贩中心开放堂食 但基于出现误解 小贩中心的现场一片冷清 冰岛市长尤端祥说 只要遵守条规 任何食肆都可以开放堂食 但巴扬巴鲁巴沙美食中心的业者却申诉 冰岛市政厅不允许他们开放堂食 只准外带 这也导致许多食客只能拜醒而归 国会下议院在今天复会 并在元首苏大阿都拉陛下发表施政御辞后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就宣布休会 过程中没有爆发争吵或不愉快的事件 陛下也在御辞中提醒政府 保住人民的饭碗 并希望老板们行行好 不要随便裁员 今天早上十点 国会正式复会 每名国会议员也顺应新常态 纷纷戴上口罩出席会议 引起瞩目的是朝野议员作为大对调之余 议会厅内也首次出现了一党两边坐的罕见现象 前首相敦马哈迪和他派系的土团党国会议员 齐齐坐在反对党的区块 与国盟政府打对台 国家元首苏大阿都拉陛下在底部国会后 在早上10点20分发表施政御辞 陛下指出 我国各行各业都受到疫情冲击 政府必须及时重振经济 并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给人民 在疫情肆虐当前陛下也呼吁政治领袖 应该停止隔空叫骂和人身攻击 而是必须有成熟的政治智慧成为人民的典范 那国会在一小时内和平结束休会 但在国会外也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基于今天的国会只允许官媒进入采访 大批国内外媒体只能在外晒太阳守候 由于天气太炎热 一名来自中文报的男记者更是突然昏倒在地 作幸在警方和媒体同行的协助下 该名记者在大约五分钟后恢复知觉 随后在同行的陪同下离开现场 基于今天的国会不能召开记者会 前首相敦马哈迪和西蒙领袖在国会后 便一步到布城召开记者会 敦马以一贯嘲讽的语气批评 既然国会如今已经成了一个不能发言的地方 倒不如取消国会 敦马也说 比起对抗疫情 国盟政府更热衷于搞政治 州政权一个个变天 都是国盟的政治阴谋 敦马也再次强调 土团党最高理事会不曾一决要退出西蒙 这一切都是党总裁慕牛丁自作主张 他也说 提成对首相不信任动议是国会议员的权利 因此西蒙不会放弃在国会下议院推动这项动议 国内从4月3号起 每天都有不少国人从海外回国 并接受强制隔离 卫生总监诺西山透露 截至今天 从海外回国并接受强制隔离的大满人当中 今天就新增了21宗的新冠肺炎病例 累计病例达390宗 因此严防边境是重要的措施 诺西山在记者会上指出 从海外回国新增的21宗病例中 有20个人是从沙地阿拉伯回国 另一人则是从美国回到大马 什么更重要是让我们继续强制隔离宿 至于国内疫情方面 诺西山宣布 国内今天新增47宗确诊病例 累计病例达6941宗 在今天新增的47宗病例中 雪龙就包揽了46宗 其中有17宗是来自半山巴感染群 今天也在有44个人康复出院 国内今天没有死亡病例 此外 诺西山指出 如果人民在有条件管制令期间 不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政府可能会延长宪令 而如果国人遵守程序 且单日通报病例维持双位数 卫生部或许可以考虑 是否需要落实更详细的退场策略 社交媒体早前流传一张照片 可以看到马六甲林鲁安老院 一名老人身穿破旧的衣服 甚至还用原子绳来缝纫破洞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那不过这名老人家今天就诚心 他其实并不缺衣服 这只是一场误会 这名住在林鲁安老院 已经有16年的77岁老人 周金春告诉中国报 他其实是不舍得把破旧衣服丢掉 因为旧衣服穿了比较凉爽及舒服 至于会用原子绳来缝衣 是因为普通用的针线太细 要穿线看不清楚 所以才用原子绳 据了解 老人院的每名老人 每个月都可以获得福利局 发出350令吉的援助金 老人也没有缺乏物资 而在霹雳江沙 也有一则被误会的故事 28岁的刘绍芬日前 从新加坡返乡照顾病重的父亲 却遭缺德的网民拍下照片 放上面子书大作文章 污蔑他是新冠肺炎的确诊者 导致许多村民看到他 就好像看到瘟神一样 而在检测报告出炉后 也总算还他一个清白 他也会在江沙老家 继续照顾腿部瘫痪的老父亲 7月才会回到新加坡工作 又是一个色字惹的祸 一名华裔房地产经纪日前和一名认识不久的女网友 在网上裸聊 那结果被人拍下了漏鸟的短片 再用来勒索3000令吉 37岁的侍主安德鲁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他先是在交友软件结识了这名女老千 女老千一开始只是普通聊天 之后开始说一些挑逗的话语 展示了没有露脸的裸体 侍主随后经不起诱惑和对方进行了三分钟的视频裸聊 女老千也要求他下载另一个交友软件 并输入电邮地址注册 没想到在几个小时后 侍主就接获一名陌生男子 从WhatsApp传来六段侍主漏鸟的视频 还开口勒索了3000令吉的遮休费 吓得他当天晚上向佳莹警方报案 一名来自吉兰丹的七岁男童 许汉俊年纪小小就患上了心脏疾病 需要动手术才能健康成长 那无奈他的双亲因为收入有限 无法负担手术的费用 目前需要筹募10万令吉才能度过难关 陈光爱新队长李杰文今天在记者会上说 七岁的许汉俊患上心脏动脉导管萎缩 和心脏大动脉狭窄的疾病 会导致心脏无法输送血液至全身而引发高血压 小汉俊在三年前诊断出心脏出问题后 却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未动手术 来自吉兰丹丹娜梅拉的父母也因为缺乏收入 因此希望透过中国报慈爱人间 向大众筹募10万令吉的手术及住院费用 希望能让小汉俊健康长大 镜头转向芙蓉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贩毒集团为了避开警方的路障 改用水路运毒 并把冰毒包装成中国观音王的茶叶包装 但还是逃不过法眼遭警方识破 警方速毒局和大马海事局日前展开联合行动 起货一批重112.7公斤 市值7272,921令吉的各类毒品 并在本月9号至14号期间 逮捕了7名印尼籍本地男子 而在槟城大三角 一名19岁的华裔男子 因为在网上涉及口罩诈骗案 今天被带上法庭面控两项欺诈罪 但被告不认罪 以6000令吉保外候审 被告是在面子书张贴一则卖口罩的广告 就在买家付款3876令吉给被告后 却迟迟没有收到货 警方事后展开调查 并在欺诈罪下逮捕被告 换个焦点带您关注国际消息 新冠肺炎在英国持续蔓延 当地有精神科医生警告 因为疫情的封锁措施 恐怕将导致当地日后出现 大规模的心理健康崩溃潮 英国最近的一份统计问卷显示 当地精神科的急性病患增加了43% 显示疫情封锁让许多民众闷到病 民众可能无法得到需要的援助 再加上失业、失眠、焦虑等问题 心理健康正在急剧恶化 精神科医生为此呼吁 英国政府和卫生系统做好准备 面对可能突然暴增的精神病患者 另外英国在周日的死亡病例 创下了170宗的单日新低 英国商务部长夏尔玛耶宣布 政府将额外提供4.4亿令吉 加速推进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工作 镜头转向加拿大 当地皇家空军雪鸟特级飞行队 周日展开演出 向抗疫人员致敬 没想到一架飞机在表演期间 坠毁在卑尸省的一栋民宅前院 造成一个人不幸罹难 另一人还在接受治疗 而在中美持续就疫情问题针锋相对之际 美国方面又再次口出狂言了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批评 中国在向全世界隐瞒疫情长达两个月后 再派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坐飞机 到米兰 纽约及全球各地散播新冠病毒 纳瓦罗直言 中国必须为疫情在全球大流行负责 而在疫情受到控制后 香港的政治乱局再次浮现 当地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天召开会议 但在早上11点会议开始后 民主派就拉起黑布冲击主席台 与保安员发生肢体冲突 期间 议会阵线的朱凯迪被推倒在地 场面混乱 民主党的林卓廷则把意识规则撕毁 建制派则斥责她涉嫌刑事毁坏 双方多名议员爆发口诀 议会在短短15分钟内暂停 至少13名民主派的议员被驱逐出议会厅 最后民间联的李慧雄在投票下连任当选主席 我宣布李慧琼议员当选2019年度 内务委员会主席 多谢大家 我现在宣布会议结束 在中国重庆五龙区白马山山顶的一个景区 出现了一个新的网红热点 人称飞天之吻 但夸张的天仙神像却吓坏了不少人 两座天仙先是俯身迎接游客 在360度旋转抬起后浪漫相遇 那新闻的最后来看看这一个飞天之吻 如何叫人触目惊心 我是知政 祝您晚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角哦 甜美 看到没的飞天之吻 那个项目一点奇异哦 快点快点 看到没的 要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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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